我們先來看看這張照片 是不是很像在某部恐怖片 看過這些身穿黑色董篷頭戴黑帽的鳥嘴醫生呢 他們臉上戴的鳥嘴面具 有可能是中世紀到文藝復興時期的口罩喔 當時俗稱黑死病的鼠疫席捲歐洲 而那個時候的歐洲人相信 來自東方的葬立之氣導致瘟疫出現 才會讓他們生病 所以他們戴著這種全罩式鳥嘴面具 裡面還裝滿了丁香貨荷跟樟腦等等草藥 所以這就是口罩的由來嗎? 大家好我是鄒宗翰 歡迎收看小八明大革命 鳥嘴醫生聽起來很神秘 不過歐洲醫學研究期看說 沒有證據可以證明鳥嘴醫生是真實存在的 那口罩到底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呢? 據說人類對呼吸系統保護的歷史 可以追溯到古羅馬時代 公元一世紀 哲學家老普林尼利用動物膀胱的皮膚污住鼻子 來過濾粉塵 避免民眾吸入有毒物質 中國歷史上也有口罩的蹤跡 馬可波羅遊戲當中曾經寫到 元代宮廷僕人要服侍皇帝用膳的時候 會用一塊布遮著口鼻 避免呼出來的氣息碰到皇帝的食物 哇 有沒有這麼嬌貴啊 不過當時呢 並沒有用口罩來防疫的觀念 根據現代醫學史研究發現 在醫學上真正遮蓋口鼻的物品 像是口罩、面紗、繃帶等等發明呢 應該是在19世紀末 1897年 德國著名細菌和衛生學家卡爾弗呂格 提出了飛沫傳染理論 認為呢 呼吸系統噴出來的飛沫帶有病菌 醫護人員呢 如果在手術當中對著傷口交談 這些病菌很有可能會引起傷口感染發炎 同一時間呢 來自波蘭的外科醫師米庫利奇 用紗布跟兩根繩子製成單層口罩 綁在帽子上面蓋住口鼻來進行手術 他說呢 戴上這種口罩呼吸 就跟戴面紗的女士走在街上一樣簡單 1898年米庫利奇的助手余伯納醫師建議 在手術當中要配戴有兩層紗布製成的口罩 說這種口罩呢更有效 1905年美國醫師漢米爾頓他發表了一份手稿 表示辛紅熱士透過飛沫傳染 倡導醫護人員戴口罩的重要性 雖然到了1910年代手術要戴口罩的觀念 在醫界都還不算普遍 不過從1906年英國外科醫師 莫尼漢的外科手術紀錄上面可以看到 當時外科手術使用的口罩呢 比起一開始簡陋的紗布口罩已經好多了 莫尼漢呢把紗布剪成了長方形 在紗布之間呢架起了一個框形的細鐵絲支架 讓紗布跟口鼻之間呢 留有一定的間隙空間 也有掛耳 口罩下方呢還有一個類似鬆緊帶的設計 可以讓口罩和下巴更密合 口罩是怎麼樣走出手術房的呢 我們要把鏡頭轉到中國 期末1910年中國東北地區爆發嚴重鼠疫 被任命為全權總醫官的馬來西亞著名醫學家 武聯德受命前往防疫 為了阻擋鼠疫飛沫傳播 他發明了一種由兩層紗布製作的口罩 後來就稱為武士口罩 成功的擋下疫情 東北疫情獲得控制之後呢 清朝在1911年4月在奉天舉辦了萬國鼠疫研究會 邀請了各國專家出席 而且由武聯德來擔任會議主席 在這之後呢大家的觀念就逐漸轉變了 直到跟病人接觸的時候要避免觸摸口罩 隨後1918年到1919年爆發了史稱西班牙流感的H1N1大流行 美國救星山等部分城市要求警察、醫療人員甚至居民都要戴口罩 雖然這樣強硬的做法引發不小的爭議 不過隨著這些城市因為流感死亡的人數下降 才讓大眾相信戴口罩是有預防效果的 而根據一些期刊赤洛珍的研究指出 1923年就有超過三分之二的外科醫師都會戴口罩 到了1935年大多數的醫療人員都開始使用口罩 就是因為戴口罩呢對於對抗中國東北鼠疫跟西班牙流感很有效 所以現在歐美人士是忘了這段歷史了嗎 但在1940年代發明出抗生素之後呢 口罩曾經一度不再這麼受到歡迎 反正用抗生素就可以殺死細菌啦 為什麼還要戴口罩呢 不過到了1950年代大家發現不能單靠抗生素 無菌手術還是很重要的 所以開始強調使用一次性的手術服、手套、注射器 針頭、托盤和手術器械等等 多次用醫用口罩也開始被一次性的口罩取代 這個時期越來越多的一次性口罩是由合成材料製成的 而且跟傳統醫用口罩不一樣 不只是可以防止非膜傳染還可以過濾空氣 這也是我們現在常常看到的口罩類型 1970年代3M公司使用熔噴技術製造了第一批N95口罩 N95口罩一開始是為了工業用途 直到後來鐵納西大學專家開發出了靜電過濾技術 可以過濾吸附病毒微率有效阻擋病毒傳播 N95口罩才開始被使用在醫療領域 而這位專家就是來自台灣的蔡秉毅 出生台中清水農家的蔡秉毅今年69歲 28歲就赴美求學然後在美國定居 她在1995年就獲得了熔噴布生產技術的專利 製作過程當中的關鍵技術都是出自她的研究 當年蔡秉毅原本以為這個發明主要會應用在吸塵器的空氣過濾網上 但沒想到成為N95口罩的技術核心 可以保護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蔡秉毅因此被封為N95口罩之父 兩年前就退休的蔡秉毅隨著COVID-19爆發在家裡投入研究 希望了解如何重複使用口罩以及如何增加口罩產量 有時候會一天連續工作20小時而且一毛錢都沒有拿 她對BBC說原因是因為人命關天 知道的她就回答不知道的她就做實驗 沒想到在口罩歷史當中還有一位台灣人的身影吧 口罩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象徵和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下次別忘了跟朋友分享 現代口罩出現才不過是最近一百年的事啊 你如果喜歡這個節目趕快分享給更多人看見 你也可以訂閱Light Today的官方帳號 他就會每天把重要的新聞包括這個節目 推送到你的手機裡面 萬一錯過了到Light Today的國際欄目裡面 就有我們所有的報導 小發明大革命我們下禮拜六再見 掰掰 大家兒子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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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吧